謝禮華老師當時身體還不錯的時候 他還有教台大藝演手 他就拜學生來這邊上課 當然是我上課 然後他就坐在這裡 我就準備一袋子來那坐在這裡 他說 我坐在這裡 我覺得無聲無聲 我會跟他一起坐在一起 坐在一起 就等於回到台港 所以以他的熟悉度 他認為是說 我們把這個熟悉保持人好 他沒有覺得這個爸爸不在 這個算日常生活的一個地方 但是我們請出來一個動線 讓大家可以做一個看觀 那我們是盡我們的一個力量 等一下我們可以看到 爸爸的一個最漂亮的工作室 那我放上個影片 我放上個影片 謝禮華入圖 對 這一堆 這一堆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我剪線的時候 這一張圖就出來了 這一張圖就出來了 為什麼這一張圖就出來了 因為我在中頂工程工作了31年 就是利用我的專程 我一設定出來 我就是要拆掉一些 我的動線裡面的碰到的東西 隔間啦 或是什麼 就是那個 我不要都拆掉 這個可以讓大家有一個 循環的一個展規風險 那每個人都會用你 每個人自己的一個專門 像這個 我的中頂工程的訓練 對於這個結構來講 可以不是一個大問題 那這裡面其實有很多很多故事 我希望是明年度 或是什麼時候 各位可以再來 我們可以談得更多一點 更多一點 我來聊天 謝謝你 我來聊天 的 感谢观看